大家好 歡迎來到時光之謎 我是陳薇宇 古代君王大多數都是遵佛寵道 南朝皇帝梁武帝蕭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蕭衍是漢代相國蕭和的後代 在位48年 瘦86歲 是秦始皇以來 中國歷史上第二長壽的皇帝 僅次於清朝的乾隆 蕭衍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武雙全的帝王 據《资治通鑒》記載 梁武帝博學能聞 陰陽奇社 生綠 草莉 圍棋 無不精妙 而且天生就具備文采和軍事才能 蕭衍不但他自己勤修佛法 還熱衷於弘揚佛法 據說他在位的時候 佛法最鼎盛的時候 幾乎有近五成的百姓出家修行 關於梁武帝有很多傳奇 今天我們來說一說 梁武帝和他的子民們輪迴轉生的故事 東晉後年 濟南泰安的新國寺中 也就是現在的謙佛寺的前身 大通禪師正在閉關 在他房前牆角邊上有一條有靈性的白井蕭蠅 禪師日日只送法華經 送經三載 這蕭蠅也聽經三載 終於有一天 禪師閉關欺滿出來 只見房前草生樹齒 就換小沙迷除草 小沙迷不知道牆角有一條蚯蚓 無意中就把它給弄死了 豈知這蚯蚓因為聽了修煉人誦經 積下了修煉的佛源 轉生成人 都說人生難得 小蚯蚓因獲得福了 他轉生於祖萊山附近一個姓范的窮苦人家 剛長大就父母雙亡 於是他到祖萊山西南光化寺中做了火夫 在空谷法師座下跟著修煉 舉法名普能 老實肯吃苦 殷勤服侍長老 普能雖不識字 卻把一部法華經背誦如流 早晚一有空便誦經修煉 三十餘年勤勤懇懇懇 一日他聽說新國寺大通禪師做話去了 去得甚是灑脫 動了想轉生的念頭 來到師父面前磕頭說 犯道在寺中多年 一事奉齋 並不敢有異毫貪欲 也不敢狼藉天物 今日拜慈師父回首 師父慈悲 給個安身去處 師父道 你起來 我與你說 你雖也跟著修行 畢竟還沒有摸著門禁 於是給犯道受寄 師父道 安靜堅守 不要妄念 去投個好去處 輪迴轉世 位列侯王地主 修行不代 方登極樂世界 於是 普能便作化而去 貧苦的考驗過去了 犯道這次轉生到一個富貴人家 轉生到幾十里外 虛夷縣一個叫黃崎的大園外家裡 這園外夫婦一生積德行善 到了四十多歲得了這麼一個兒子 自然是視為珍寶 可是這個孩子一生下來就沒完沒了地哭 連奶都不喝 讓他們心急如焚 有人就告訴他們說 二十里外光化寺的空谷法師能知過去未來 你去求拜一下 看看孩子是怎麼回事 見到法師說明情況 法師知道 是那個犯道今生想求的師父受寄 於是法師趕到黃元外家裡 把手摸著小兒的頭 在小兒的耳朵邊輕輕地說了幾句 小傢伙就再也不哭了 看到這場面 眾人都很驚異 那黃元外 恭恭敬敬地對法師說 帶滿周歲就送到貴叉寄名出家 這樣孩子周歲就抱到空谷法師那裡 娶了法名黃婦仁 到了六歲的時候 村子裡的人都知道了 這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是光化寺 犯道轉生來的 日後必然富貴 可是偏偏這個黃婦仁卻一心修煉 這縣裡有一個同太位 有個女兒與婦仁同年 兩家自幼便許下了媒約 而這聰明過人的姑娘也喜歡讀佛經 一心出家 到了十五六歲 兩人一心只要出家修行 不願嫁娶 雙方家長一看 這哪行啊 於是就把兩人的婚事給辦了 這兩人結婚以後卻不做夫妻 一起把家當做佛堂 每日念經打坐修煉 三年過去了 一日兩人正在入定呢 黃婦仁忽然看見一個美人過來要纏綿 她剛有些動心 就回轉過心神 可是刹那猶豫中 突然一聲響 見到火光繚繞 驚醒過來 夫人就對妻子說了自己幾乎著模的事情 童小姐說 最好我們去見空谷法師 見得法師 法師說 欲念執著一起 就被期盼住了 你得再轉生 從其他方面解脫 最後才能圓滿 你們倆都去轉生吧 師父又說 空谷法師將他們轉生後的去處 點話給他們 兩人拜慈師父回到家裡 對養娘和兩個丫鬟說 我們要跟你們告別了 要去轉生了 養娘就著急地說 我跟你倆這麼多年 也一起修煉 怎麼就不帶我一起走呢 婦人說 恐怕你的緣分還沒到 於是兩人就一起作話了 而那養娘回到屋子裡 自己也作話了 看來一個群體裡來的人 怎麼都要往一起走的 五月初五 黃婦人作話的時候 正好是侍咒之家 藍陵蕭順之的妻子張氏將要分眠的時候 蕭順之是齊高地的足地 張氏夜裡夢見一個身長障於滾浮免流的驚人 一群紅衣人 車從簇擁來到蕭家堂上歇下 這個精神人獨自進到張氏房裡 望著張氏下拜 張氏驚慌之下 正要問 恍惚間夢裡醒來 就生下了一個兒子 此子自生來便會啼笑 壯茂齊尾 虎目龍顏 景象有一道圓光 右手有文印 約武 取名蕭炎 八九歲時身上一香不散 聰明才敏 文章殊漢 人不可及 以擅長談兵 料敵至勝 謀無一策 蕭眼稍大 博學多通 好仇略 有文武才幹 十六名輩都對她推崇十分 她的軍事上常有勇氣 見到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連長輩都不敢隨意和她開玩笑 當時她與沈曰 謝匪 王榮 蕭琛 范芸 仁芳 陸垂 陸垂等等好友 被稱為八友 其中蕭眼最有膽識 黃婦仁轉生之時 卻原來奶娘轉世為范芸 兩名侍女一個轉世為沈曰 另一個轉世為仁芳 和蕭眼同在敬陵王府為官 既然有這麼大的緣分 自然是意氣相合 後來 范芸在蕭眼手下認慈意 認訪為參謀 沈曰為勢中 蕭眼稱帝後 沈曰寫了送書 奇蹟等書 而謝匪則是當時有名的詩人 這樣看來 一朝君子 一朝臣 輪迴轉生中 恩也好 怨也好 大家所遇到的其實都是故人 秦明帝蕭鸾 在位只有五年就病死了 他無能的兒子寶倦即位 只知道吃喝玩樂荒淫無度 寶倦治國無數 卻很殘忍 做皇帝以後殺掉了很多大臣 對一些功臣也妄加殺戮 當時擔任雍州刺史的蕭眼 逐漸和他對立起來 暗地裡招兵買馬 屯糧積草 砍伐竹木 沉入嘆息之中 以備造船之用 寶倦聽說蕭眼的舉動 便派正直到雍州要刺殺蕭眼 此事驚動了光化死空虎法師 就託夢給蕭眼 法師拿著一卷天書 書裡夾著一把利刃 地獄蕭眼 蕭眼醒來 私純一個僧人拿著夾刀的書卷給自己 莫非有人要來殺我 此日有人來報 正直奉詔書 為蕭眼加絕 蕭眼心裡全明白了 先不與正直相見 命人安排了酒席 宴會上 蕭眼對使臣說 朝廷派你來殺我 今天的酒席上可正是下手的好機會啊 參加宴會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把正直弄得十分的尷尬 蕭眼又說道 朝廷使清來殺我 必有詔書 正直奈道 沒有此事 蕭眼賀道 與我搜看 立刻就把正直拿下 搜出來一把快刀 並有殺蕭眼的密詔 蕭眼道 我不負朝廷為何要殺我 宴會以後 蕭眼陪著這位刺客參觀所有的府庫和軍備 看著正直心灰意冷 哭著回去了 蕭眼側意起兵 其他大臣帶兵夜入皇宮 殺死了國難當頭還在醉生夢死歌舞不斷的寶卷 然後將他的頭顱獻給蕭眼 寶卷死的那一天 一個叫喉井的人出生了 天間二年 有一天 武帝問寶治法師 國有難否?寶治用手指指喉和井 暗示喉井 後來 喉井在梁作亂 攻佔劍業 武帝被囚禁餓死 梁武帝的宗族子弟幾乎全都被喉井所殺 當時的人都說 喉井是東昏侯的後生 武帝殺東昏侯是天意 可是不該枉殺其無辜的族人 結果喉井 復殺武帝 卻幾乎殺盡其族人 天網恢恢 夜裡輪暴看來是從來都不會出差錯的 蕭衍登地位之後 改國號為梁 一心修佛 並且受了戒 他很喜歡尋找那些得到的高人 當時有一個叫磕頭的僧人 修煉十分精進 梁武帝非常敬佩他 一天派使臣下詔書 教磕頭禁見 當時武帝正在和沈約下旗 這裡使臣臉秉三次 他全聽不到 口裡說著殺雀 使臣以為要殺磕頭 馬上就把磕頭推出去殺了 武帝下完旗就說 叫磕頭師進來 使臣回答道 以奉旨殺了 武帝大驚 才明白 殺其實誤聽之故 他臨死前說了什麼沒有 使臣道 他說 我沒有罪 前世做小沙迷的時候 用鐵敲除草 錯送了一條蚯蚓的命 武帝當時是那個蚯蚓 今生該還他命 武帝聽了流淚悔恨 因為磕頭僧人的事情 武帝一連好幾天悶悶不樂 沈約看出了他的心思 於是派人四處探訪高僧 文德都城十里外 有一個法號叫道靈之的高僧 在截盧修行 於是趕緊報告給了武帝 梁武帝聽了很高興 就大起鸾鱼 齊翻鼓吹地出城去那茅庵 迎接知公 知公已先知了 安理都收拾妥當 準備起行了 武帝與沈約到安理 武帝屈尊下拜 尊知公為師 行禮已斃 知公說道 陛下請坐 受小僧的拜 武帝說道 哪曾見失敗途 知公答道 亦不曾見妻抗夫 指這一句話 武帝聽了 就如提一桶冷水 從頂門上澆下來 變身酥麻 心下豁然動徹 就醒悟了前世皇婦人 童小姐之事 原來那童小姐 投生在芝家 二人一笑解意 武帝就請知公一同回朝 知公住在便殿 斋閣裡 武帝每日退朝便到閣中 與知公切磋 知公與武帝道 我在此終是不便 與陛下別了 仍到安理去住吧 武帝道 離此間三十里 有個白鶴山 最始清幽先進之所 正去建造個四叉 請您到那裡去住 知公應允了 武帝拆棺自費百萬 督造了這個山寺 及土木之美 殿叉禪方數千百間 僧人千百余 取名統太寺 扶其統登佛帝之意 東魏的叛將侯瑾投奔梁朝 可不久又舉兵返梁 這時 江陵地方有一個居士叫陸法河 在侯瑾遣將進攻江陵的時候 陸法河和他的弟子八百多人 把侯瑾擊敗了 欲協助武帝討伐侯瑾 武帝恐怕他作亂 不聽 陸法河對武帝說 我一個修佛的人 怎麼會垂涎你的王位 只不過與你有緣 知道你正在遭訴暴 所以才打算救你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你和侯瑾之間當是定業 不可轉移 侯瑾殺盡了賤業 侯瑾自稱丞相 十年已經86歲的梁武帝被困於台城 一日武帝夢見磕頭笑咪咪地向他走來 醒來後懊惱地說 唉 真是報應呀 我如果不是誤殺了磕頭大師的話 佛祖將讓我活到百歲開外的 區區猴瑾 又何足道載 我既已修佛 卻又是齊 這不是對佛最大的不敬嗎 一日 武帝覺得嘴裡疾苦 口中已經不能說話 於是赫赫中死於文德殿 同時 那道靈之法師也在同太寺中作話而去了 聽完這個故事 我們或許懂得 修佛進佛 會積大德 一條小小的蚯蚓 聽了三年佛經 都能夠得人身 繼續修行 還能夠轉生帝王將相 得大福報 而生生世世輪迴轉生中 親人朋友仇敵 皆因緣際會 行善作惡 此生不報 來生福獲必有因 好 今天關於梁武帝轉生的故事 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